今天我想講戒,個人都會講,我會講自己的戒 我的題目叫做大叔不戒,以前很不喜歡叫我阿叔,現在沒辦法,現在叫我都認就算了 我早前跟師傅去馬來西亞的時候,原來那邊叫大叔就叫做麻甩 我們在香港人不太好聽,很粗魯,麻甩老 原來在馬來西亞,麻甩就是大叔,所以你喜歡叫大叔五戒就行,麻甩五戒就行,或者大嬸五戒也不要緊 那五戒我稍後再講,是我自己覺得比較重要,講笑話 但是戒,什麼宗教都有戒,就算你說基督教,基督教裡面信神,基督教就是信猶太教 總之是信上帝的,他有十戒,如果你比較熟悉一點,其實他的十戒跟佛教的戒差不多 他前頭那四戒就是著重在宗教那裡,不要拜偶像,之以處的東西 但其實他後面那六戒跟佛教的戒差不多,第五戒就是考敬父母 然後就不可以殺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渡,不可以陷害人家 不可以貪人家的財富,其實很簡單一樣,十戒 如果反過來我們學佛的,三戒五戒也很簡單,第一條戒就是不殺生 但是我們佛教就不只是不要殺人,總之我們以前說過有情眾生 都是不可以殺的,蟑螂也不可以殺的 不殺生不等於不可以吃肉,不殺生不殺生怎樣吃肉 其實佛教裡面有方便發明的,譬如說不是你殺的 或者已經是死,已經是殺了的,那你也可以吃,不要緊 那你說是否等於我叫人家殺就行,譬如我去到海鮮舖,去到西貢 我不殺生的,不如你跟我叫吧,你走過來跟我選一條魚 這樣不行,都是為你而殺的,所以主要是不殺生 其實除了中國佛教徒之外,南傳佛教他們吃肉 西藏佛教他們吃肉,但我們著重的是不殺生 第二屆就不要偷東西,跟基督教差不多,不要邪淫 不要妄語,不要說謊,不要用說話來哄人 最後一屆我們叫不喝酒,但其實如果查經 他主要說是不要用亂性的物質,譬如你飲肉,飲烈酒,飲大麻,飲某種藥 這個我們就叫做五屆,佛教裡面叫五屆 很多時候我們參加法會的時候,無論是禪修也好 在廟宇裡面念經,念佛也好,我們有八關齋界 其實有八屆,八屆就跟五屆差不多 除了五屆之後,我們就有多了三屆 就是不要化妝,不要塗香水,不要太注重自己 不要睡口床 譬如我們去十日禪,十日內觀禪的時候 如果是舊學生,我們不應該睡太厚的戰獄 但最重要的是,所謂八關齋界就是 我們叫做不非時食,過午不食 吃完早餐,吃完下午餐,晚上的餐就吃 但也有方便的,是不是完全不能吃呢 你也可以吃一些水果,果汁,也可以的 那個我們叫做弱食,也有的 這個就叫做八關齋界 純粹是知識,人家說八關齋界是甚麼 其實就是我們首五屆 首五屆的時候,只不過分別是斜任的意思 除了夫妻之外,不可以有性行為 不可以有斜任的意思 如果你是首八關齋界,就完全不可以有性行為 不可以有性行為 這個我們就叫做八戒 除此之外,我們男眾會短期出家 我們首十屆,十屆就是沙眉十屆 沙眉十屆是甚麼來的? 他又加了一條不唱歌,不跳舞 不可以有性行為,不可以有性行為 而且一個界是沙眉,即是出家的時候 就不能碰金錢 這個叫做十屆 很多時候人們就說,這麼多事 這件又不能做,那件又不能做 佛教真是麻煩 其實他對這個戒指有點誤解 以為戒指就等於甚麼都不做 其實你想想想 我沒有戴,但我們結婚的有戒指戴的 有結婚戒指 戒指的作用是甚麼呢? 是否叫你甚麼都不要做呢? 當然,戒指戒指就是警惕自己 我自己是已經有家室的人 檢點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諸惡莫作 那些不好的事不要做 但其實它有另一個意義的 另外一個意義就是 我們叫做中善共行 有些是應該做的 所以戒指不只是甚麼都不做 這是錯的 其實戒指的意思和律是有分別的 戒指的巴黎文叫Silla 而這個戒指的紀律就是Vinanya 是兩回事 戒指除了有些事不做 它是有些事要做的 如果你的太太問你 下個星期我們怎樣慶祝 你不記得了 就去看看戒指 哎呀,有些事應該要做 忘了買禮物 所以戒指是有它正面的意思 例如我們有很多朋友 我們守了這個菩薩界 菩薩界裏面有58條界 有10條重界 48條輕界 你研究那個輕界裏面 其實全部是叫你做事的 有些是應該做的 例如我自己受的菩薩界 我有一個特別的 就是我每年受一條界 就是我每年受一條界 就是我在48界裏面 我選了一條 那一年我最作用的一條界 而且我受的時候 我們早前經常說菩菩 我受菩薩界 我就是想著菩菩 可以 想著菩菩 你就知道菩薩界應該怎樣受的 很簡單的意思 我記得第一年我首的菩薩界 就是48界裏面的21界 那條界 你看字很難解釋 它叫做無善忍 囚怨界 是什麼來的 字很難的 善就是善 善而不善的善 忍 囚就是應囚的囚 怨界 那是什麼來的 幸好我們在MARBA 他們全部用英文 你看回英文 再翻譯中文 就很容易 翻譯中文 就是不要發脾氣 不要以冤暴怨 別人罵你的時候 不要再罵別人一句 別人打你的時候 不要想著報仇 打別人一句 其實最出名的就是 我們打完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打揚了日本人 的時候 中國周恩來 這個總理 也有一句說話 很出名的就是 我們以恩報冤 不要整天想著 日本人怎樣害我們 我們現在要 不要用這個報仇 不要用這個報仇 其實這個界 就是上個禮拜 我說的四線其中的包容 其中的包容 我看這一界 我的意思是 看人 凡是看人的好處 就行了 這就是這個界的意思 看人的好處 就是包容 就是這個界的意思 去年我選了什麼界 去年那一界 我選了第四十八界 第四十五條界 又是根菇菇學的 就叫做不化眾生界 又是很難解釋的 什麼叫做不化眾生界 你看回英文 反過來 意思是 凡是有人想學法的時候 你就要用慈悲心 對他 盡量幫他走這條路 這就是上個禮拜 講的結緣 分享和結緣 所以這些就是 我們佛教也好 天主教也好 基督教也好 他們說的界 不是全部負面 什麼都說 不要做 其實內包含了很多正面的事情 應該做的 但其實今天我的題目 叫做大叔 馬甩老的五界 大叔大嬸的五界 我們做什麼宗教 都應該入手五界 什麼五界呢 第一界我自己 人人都做到的 界壓力 不要有壓力 盡量找些方法 不要有壓力 什麼壓力 上個星期我跟他說 這個自在 有四個自在 養兒得自在 其實養兒做父母 自己做父母也好 自己做子女 其實很多不需要不無謂的壓力 現在中國人 我見到 以前我做大學教授 我知道 那些父母 其實比自己壓力很多很多很多 是不需要的 沒有這樣的必要的 不要 不要等這麼多壓力 不要整天要子女做什麼做什麼 又不要以為自己要做什麼 要父母做什麼做什麼 有時候比較客觀一點 你就減少壓力 盡量盡 身體沒有那麼多壓力 我記得上個禮拜說 我說 除了這個 養兒自在之外 就是養生 身體 身體 壓力 打坐 像現在我們打坐 跟朋友去行山 那些減低壓力 另外一種 最後就是減低心理的壓力 這些我們正在做 所以我是 大叔也好 大嬸也好 我這個年紀 我自己叫做年青的老年人 年齡就是老年人 但是心底不是老年 我叫做年青 第一就是要減少自己的壓力 第二 這個界 我叫做減 戒懶惰 戒懶惰 很多時候 一上一年紀 很多人都說 我不用做了 我一輩子 我什麼都不想做 這是錯的 這是錯的 其實不要懶惰的意思 不要坐在那裡看太多電視 不要整天把時間放在那裡 其實人很有趣 你會發覺 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做事 所有的事情 我們要做的 都是自己沒有做過的 所有的事情 要做的 都是自己 能力以外的 去做的 比如讀書 你不是說 一讀就可以 所以你要很勤力去讀書 你一路一路轉變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做能力 全部都是能力以內的事情 那時候 人就開始懶惰了 所以 找些事情做 讀書也好 找些事情去學 不要以為自己年紀大 不用學 是錯的 找些事情去學 找一門去學 我喜歡學這個 學那個 找一個自己喜歡以前 有好奇心的學 做一些自己未必可以成功的事情 不要懶惰 這個第二屆 我叫做戒難度 很重要 第三屆我叫做戒負面 千萬不要有負面的心態 每件事人說負面的 你就笑一下就算了 不要回答他 你發覺人 一百人裡面 有一百人都是負面的 一千人裡面 可能有九百九十九人負面 只有一個人不負面 不負面的人很少 不負面的 你認識外面的朋友 大國也好 法花紙也好 你認識我這麼久 其實你再想一想 我很少負面的 我很少很少負面的 我是很不喜歡負面的 負面 第一你做生意 你不可以先負面 我是習慣了做生意的人 是不可以負面的 千萬千萬要介負面 你說這麼容易嗎 所以我們說這麼多 就是怎樣看著呼吸 怎樣不要給一些情緒出來 其實負面就是情緒 最極端的負面是什麼 就是發怒 千萬不要發怒 火燒功德林 為什麼呢 什麼叫功德 我們學佛 我們叫功德 功德就是清淨 所以最出名的故事就是 達摩祖師去跟楊武帝會面的時候 楊武帝是中國有史以來這麼多皇帝 是對佛教裡的貢獻最多 他問達摩祖師一個問題 我有多少功德 達摩祖師說一點功德都沒有 因為你沒有清淨心 沒有清淨心 所以清淨心是最重要的 火燒功德林的意思是 你一發火 你什麼清淨心都沒有了 你所有學了這麼多功德 都沒有了 一次過燒了 所以很重要 千萬不要負面 第四屆 不要亂吃東西 不要亂吃東西 很奇怪 我們這一代人 尤其是上一代更厲害 我們始終都沒有餓過 但是上一代人餓過 餓過的時候 到這個時候 他們不明白 其實現在所有的病都是口入 你說得出的病都是口入 病從口入 不要亂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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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叫做戒亂吃 第五個 更重要的前面 我叫做戒損有 年紀大 很多朋友 但是不是那些朋友 每個人都跟你一樣 朋友會變的 人會變的 他們現在或者他們在做的事 跟你沒有什麼關聯 你不要再群那些朋友 另外疏遠的朋友 找一些朋友跟你一起 可以走這條路 做你要做的事 找一些朋友可以幫助你 加持你做前面的四樣東西 減壓力 減懶惰 減負面 很重要 減亂吃 我今天就講這個 今天就很奇怪 突然間 那個錶跳一跳 電腦就有些問題 OK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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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